有位朋友问我,长时间和同一个人睡,是不是都会腻,两个人会因此而分开吗? 对于这个问题,我觉得,感情里没有腻与不腻之说,只有爱或不爱。 如果真的深爱一个人,是永远都睡不够的,哪怕用尽一生都觉得太短,而面对不爱的人,睡一次都嫌弃。 纵观多数情感,发现在这快餐时代,总有许多人仓促结婚,又迅速已离婚告终,原因是相处久了,变得越来越没有激情,后来都懒得交流了,甚至相互嫌弃,不愿再和对方亲密接触,哪怕睡在同一张床上,也是被对背,谁也不搭理谁。 简而言之,就是不爱了,所以感到厌烦,觉得腻尾了,想要舍弃了。 其实,每一段感情,走到一定时期,总会归于平淡,不会永远充满浪漫和激情。 可是,平淡并不等于逆烦,一段素食爱情,会从乍见之欢,演变成像看两相艳。 可真正的爱情,是会从一见钟情,升华为日久生情。 正如大先生忠于飞鸿所说,真正的爱情,并不是你稍有不耐烦,就立马去找另一个人,而是和那个你深爱的人,共同抵抗激情,逝去后的平淡。 我们都知道,人总是喜心厌旧的,却不知,爱也会让人念旧。 真正深爱一个人,纵使利尽千番,对方仍是无可代替的存在,也是那个怎么也睡不够的人。 感情之中,所有的烦了,腻了,都是不爱的托词。 真正的爱,不会随时间而消逝,而是慢慢沉淀,越加坚定不移。 看过这样一段话,两性之间,只睡一两次,是生理冲动。 睡一段时间,是一时欢喜,永远都睡不够,才是一生所爱。 很有道理,人一辈子,或许会谈那么几段感情,可最终只会和入了心的人,同床共枕,相拥而眠。 爱一个人,就会希望每天醒来睁开眼就能看到他,也只有和他交警而卧食才感到特别温暖,心安。 就像一位听友的经历,他说,丈夫总爱搂着他睡觉,直到半夜守抹了,才将他轻轻放在枕头上。 他也喜欢和丈夫一起睡,有时睡前两个人还会躺在床上聊会天,说点心里话,在这样的氛围下,他能真切地感到,彼此是亲密无间的伴侣。 正应了那句古词,七月七日长生殿,夜半无人私语时,相爱的两个人,会在床上欢爱,也会在床上互诉心声,共享忙碌之余,只属于彼此的亲密时光。 在一段感情里,女人想要的无非是,我真心爱你,你也能好好待我。 而最好的男人,就是不留连于声色全马,只和心爱的人睡一辈子。 因为一时悸动,而和一个人睡几次并不难,难的是,从始至终,睡在身边的都是同一个人,即便彼此闹了矛盾,依旧习惯性拥他入怀,哪怕他会磨牙说梦话,也没有丝毫嫌弃,甚至觉得他睡觉的样子很可爱,这可以称得上是真爱了。 就像朱生豪在给宋清儒写的情书中说的那样,我想在茅亭里看雨,假山边看蚂蚁,看蝴蝶恋爱,看蜘蛛结网,看水,看船,看云,看瀑布,看宋清儒甜甜地睡觉。 相信那个爱你的人,一定也希望和你做一生一世的枕边人,同你缠绵前犬,在激情退去后,依旧初心不改,百年修得同传度,千年修得共枕眠,一段好的姻缘,真的很难得。 这世间,有太多走肾不走心的感情,如果对方只想和你睡你一阵子,那么就请他离开,因为只有日日年年都想和你睡的人,才能长情到老,和你携手一生。 要知道,好的两性关系,不是一场贪荒,一时兴起,而是真诚又坚定地同一个人睡一辈子。